大家好,我是世紀21嘉聯地產的Patrick Lam 今天會和大家介紹的單位是 鴨利洲餘安苑湖安國中層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看 它的尺數是實用面積504呎 建築618呎,是屋院最大的單位 單位方面的間隔是大致保持原裝兩房 一個大廳的間隔 這個單位是景觀 是屬於鴨安苑這個屋院之中其中最美的 方向向東南 是望到整個深灣遊艇會 和海洋公園的部分景觀 主人房是和廳的景觀一樣 是望到深灣的全海景 亦都地方非常闊落 是可以擺到大廠的衣櫃 是很寬敞的 細房方面是望到小海景 亦都可以有預留的空間 是可以做一個入場的大衣櫃 廚房方面也是全新翻新過的 做了新的廚櫃 亦都增加了廚物的空間 這個廚房的空間也是非常寬敞 放置雪櫃和洗衣機也是很方便 亦都還有寬敞的空間 洗手間亦都做了翻新的設計 用了一個企缸的設計 景觀方面其實亦都望到少少海 這個鴨利洲餘安園的居屋單位 實用面積是504呎 建築618呎 居屋二手市場的叫價是638萬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給電話我們公司 世紀21加聯地產 電話是28733111 28733111 找我的同事或者找我幫忙都可以 剛才我們看完餘安園的單位 我們現在身處在附近的鴨利洲大街 現在我們是在沿著海濱的風之塔公園 鴨利洲的市政大樓 裡面有一個海鮮市場 也都上高有熟食中心 和圖書館各樣的民意設施 餘安園也都鄰近鴨利洲的利東站 經過港島南線去金鐘 都是大約10分鐘左右的車程已經到達了 在港島南線開通了之後 其實整體南區來說 交通方便了很多 升值潛力也都看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了 鴨利洲的餘安園這個單位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知道 可以打這個電話 28733111 連絡我們公司世紀21加聯地產去幫忙 大家也可以用一個 八五折的特別優惠價 結合這條連結 就買入這本 居屋20萬上車自負的書 裡面有很豐富的資料 可以給大家更加認識 居屋二手市場的買賣 多謝大家 拜拜 為了答謝各位觀眾 只要答對這條問題 短片中介紹哪個居屋屋遠呢? 就有機會獲得這本 居屋20萬上車自負 名額10位先到先得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